风筝一开始叫什么名字? 风筝是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于东周春秋时期的产物,至今已2000多年。 相传莫迪以木头制成木鸟,研制三年而成,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,古称木药或木鸢。 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莫迪的风筝材质,更而演进成为今日的多线风筝。 到南北朝时,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。 从隋唐开始,由于造纸业的发达,民间开始用纸来表胡风筝。 到了宋代的时候,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。 山东围方是举世闻名的世界风筝都,围方国际风筝节是国际风筝盛会,在每年的4月20到25日举行。